你好姐姐 来 我一起玩起 郑宇哥呢 在拍戏的时候 然后一开始还好 后来拍着拍着的时候 然后突然我身边就有工作人员跟我说 郑宇哥疯了 然后突然就把衣服脱了 开始赤膊上阵 在里面不停大声喊 啊 你到这边来 啊 你到这边来 大太阳就已经没有任何阴凉 而且那个山谷当中是非常非常热的 所有人都想要去找阴凉 但郑宇哥就没有 就站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那时候他像一个指挥战斗的将军一样 我身边就有工作人员就跟我感慨 哎呀 郑宇哥不愧是影帝 你知道他这种影帝是怎么当上的 因为他干活的时候的的确确不疯 平常你可能看到他 很多时候嘻嘻哈哈呀 他闹啊 没正行啊 吴三岁啊 吴姐啊 但他真要去工作起来的时候 无比认真 疯狂的认真 眼儿优则倒的吴振宇 实际上已经导过多部电影了 清夜认真的他在剧场开启疯狂暴走模式 再来一遍就是刚才那样 拍电影就是这样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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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再来一遍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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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妹开机 你后面的这人是干嘛啦 不是说要庆你后妹的东西吗 因为真的不是一个生活呀 它就是一个作品呀 还有这个作品如果你拍不完 那个意义就出不来呀 当演员不是来游戏呀 我们是一个合作的一个任务来比 我要配合 要不要辅导演 我要把所有人挑过来 马队又圆 人人人人人 我要看镜头 所以就比较难讲 时间过得太快 一转眼的话 我们的第六次旅行 都已经马上要结束了 今天看到我们所有的摄像们 我们的部分的工作人员 在一起做了一个大合照 大家都很珍惜 在一起相处的机会 其实不仅仅爸爸去哪儿 是一个收视率很高的一个节目 也是能够给大家温暖 和给大家真正找到幸福感的一个节目 这种感觉不仅仅只是传递到 我们所有电视机的观众朋友身边 其实在我们工作人员自己 包括我们所有的明星 所有的宝贝 我们在一起 其实也会有这种难憑难舍的 这样的一个分别的感觉 可能再有两次 又会有一次分别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那个是我特别不想录到 我们第八次旅行 但是我相信这样的经历 就像是刚才每个爸爸说的 希望能把它刻成一张碟 这样一个最简单 就普通的一个愿望 能够把它永远地珍藏 而且这五碟是 不是剪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 真的是把我们每次旅行 所有的素材都剪到一起 然后这个应该是对所有的宝贝 爸爸们 包括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们 包括村长 最好的一个礼物 就在上期节目中 吴振宇在一家农家乐餐馆 寻求过帮助 如今这家餐馆的客人 也纷纷慕名而来 热心的老板娘 也被到访的游客 一下子认了出来 都认出来 今天我在山点 我们农家乐在山 他们都说着 我昨天晚上都看到都说着 你也上电视了 老板 老板来个酸辣肉好不好 打包走吗 对打包走 那老板娘能请我吃一个菜吗 给小孩子煮一个菜 反正他说 老板你请我吃个菜先 我说可以 好啊 我当时忙着没人出来 游客人出来了 他说啊 吴振宇来了 做个土鸡 做个山蓝肉 做了两斤鲤鱼 还有做了野菜 西红的炒鸡蛋 前面十几分钟人还少的 后面十几分钟 反正人都 厨房都围满了 吴振宇就带在厨房 不出来了 一 二 三 十 五 下子 一 星期五晚时点 一笔QQ星 爸爸去哪 第六站第二期